注意看,没有灯头怎么接这个灯泡,只有电线怎么办 今天教你一个好方法,你去找一段水管,用这个水管做一个灯头 方法特别简单,先把这个电线给它剥开 这个零线给它剥的稍微长一点 告诉你怎么用一段水管把这个灯泡给它接亮 把这个电线剥开了之后,这个零线给它一圈一圈的缠在这个螺纹上面 像这样子给它缠紧 缠紧这个螺纹只是第一步,找个胶带把它给包一下 直接像这个样子给它缠紧 这个是零线,确保它跟上面没有接触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你粘的时候不要让火线零线接触在一起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把它们给粘好 把这个管子给它套过来 你会发现它放不进去 这个位置放不进来怎么办 你拿打火机,把这个水管给它像这样子旋转着加热一下 不要烤到里面的电线了 像这样子稍微变软就可以了 强行把它给塞进来 你看,这个位置你塞进来的时候管子变形了 它能够把这个灯卡得特别特别紧 直接像这样子就可以用了 直接像这样子找一个电源把它给插上 是不是 简简单单,轻轻松松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